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萨爽热剧 黑剑尤其是自己身中金蚕豹活不了多长时间 这是绿颖拒绝女神的最大理由 不过金叔面对绿颖的拒绝依然选择向太子坦白自己的感情 倒是令人敬佩 女神并不是要被胎 她只选择自己的真实心意 绿颖不但受到了金蚕豹的威胁 依然被前主人控制得死死的 剧里新出了一位人物 和尚知能 他同时也是劫走小绿颖的凶手云邪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智能很有可能就是黑衣人 也就是本编的大反派 略颖的前主人 黑衣人为什么执意要让略颖杀楚子妇呢 从片中透露的信息看 智能和尚与被芬如歌杖毙的施怀性家族 显然有莫大的关系 如果黑衣人是智能 那么他让略颖和楚子妇兄弟之间 互相残杀的原因显然就是复仇了 金叔的身份也因智能的出现曝光 他就是施怀性的女儿 芬如歌是金叔的杀妇仇人 随着剧中假成像女儿肖精名字的出现 其中一个小小的坑也算是填上了 肖精应该就是英姐失踪的一母妹妹 黑衣人同样也擅长话皮术 而瑞颖曾询问韩光 自己失门事故一脉单传 有没有失博失书 看来瑞颖这段话也不是空穴来风 黑衣人极有可能和风如歌 是同门的失兄弟 处处涉伏笔 也是艳朵这部制的一大特点 希望电视剧的瓦坑的同时 也可以填好坑 好了本期就说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